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还是在阿联区的迪拜 今天晚上又是一桌子朋友一块聚个餐 然后有一个老朋友 今天是从北京飞到了迪拜 该你来 这是我们北京的小高总 哈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很高兴 在迪拜和鞋底又再次见面 还有我们的小楚哥 然后今天我带来我们的团队 好 正式的 你介绍你的团队 其实前两天我都是 你都介绍过了是吗 拍了 但是我没介绍 我们就要让你证图 这位是我们的莉莉亚美女 莉莉亚 哈喽 我要说什么 你塞哈喽吗 那我要说什么 你就塞个哈喽吧 对对 哈喽 哈喽 往下转 下一位是我们的张丽女士 哈喽 我是鞋底哥的老乡 对 这个之前也入过境了 对对对 在冬天的时候 在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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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是重量级的 硅士董 水晶董 对 为什么要强调重量级 自己误 不是很重 不是很重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多关注鞋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东小楚歌 好 这位是我好朋友 娜总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娜总 董大人 蔡露露去上了 来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 你旁边这位是我们的阿运丹妞 这是我曾经的得力干将 现在是迪拜丹妞哥 来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迪拜丹妞 丹妞也在迪拜待了很多年了 是吧 对 是的 非常感 非常开心 能够多年之后见到高总 来到迪拜 非常的意外 也非常的欢迎他 好 中秋快乐 提前祝大家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好 欢迎 欢迎 你就搜鞋底就行了 这个也搜到了 这是湖南菜 这是那个拉着我 这个办公里人没了 换人了 换人了 我就跟这个新来的一个人 我说能不能帮我盖一盏 我说你刚才为啥不盖 我说刚才你们一起工作 那个人要上边停15分钟再过来 他说他为啥要你上边停15分钟 我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给那个人打电话 他已经跑了 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吧 就打电话 我听大概的意思 是 他要换班了 你知道吧 但是你换班没关系 你要在他等一下 下个人过来也可以 对吧 他让我上班 把后面的人 喀喀喀盖都走了 要我单独让他上 那还忍不 这是猪蹄 你要停了 就换班了 你就换吧 对不对 我等下一个就没事了 猪肉 然后他把后面的排队 给盖单了 让别人走 现在我手上的 就是1000迪拉姆 我的妈爷 2000人民币 你给孟加拉人发工资 不就得两张 就没了 两张用不上了 两张还用不上 还得找钱呢 还得找 这都不会超过一张万 这2000人民币 迪拜这个钱是真的大 这五块 还有个500的呢 蓝色的 500就是人民币1000块钱了 我前几年来的时候都是纸币 现在全都是塑料的了 这都是新款了 你看 这个汇率比较高的 八零 八零 阿曼 然后卡带 这是十块钱的 就叫人民币20块钱 人民 八零的钱 这是一块钱 差不多顶 咱中国人民币大概178那样 178 装好 还掉了一张 等一下 阿曼最大面是50 阿曼 阿曼 阿曼我去过一次 阿曼最大面是50 他那50 他那 他那 这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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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比二人 大概顶人民币也是178那样 这是个细节 看啊 这是1000新款的 他这个水银这边是一个宇航员 看到吗 看来 阿联酋跟中国这个 可能是真的是要靠中国这个航天 上天呢 这个要 中东地区国家这个钱币 卡特尔钱币 特别漂亮 我刚才说 看怎么仔细看 这是真是个宇航员 看一下 但是颜色漂亮还是 颜色 颜色特别漂亮 这这何止是颜色漂亮 这一个月发10张这个可以了 中东国家的话确实卡了 多看一下 你看一下 然后那个 收好收好 好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撒雁cor 750 7块钱那个地er 斐季 斐季有7块钱 这个纸币更漂亮 上面是15 给了我一张 给了一张 给给了一张7块的 我看我最漂亮的 看 大概是7颜色 大概是1.2 我都困了 凌晨1点了 结束 结束 主要是这边白天太热了 都是晚上活动 还有酒吗 没有 那就是几瓶了 店儿低的是吧 有时你想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哎呦 没有 那必须的呀 我没喝酒 我送你们 我整天过瓶 我不可能喝 对 他不喝 我们两个 喝酒了 对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没有不喝酒 所以说我们就是负责 哎呦 开车开车 给大家送回去 嗯 最近都是睡得太冷 现在都两点多钟了 给我赶紧睡觉 昨天 昨天我看 他们吃烤串喝酒 到4点多钟 我等把他们全送回去 以后我睡觉都是早凌晨5点 所以说 哎呀 就瞇了一会儿 就我跟小猪哥 我们又去中午 就去接小高总到机场 接完以后 下午回来 就赶紧的补觉 补到晚上 晚上又出去 哎 这个没晓得 又是一个饭局 一吃又是凌晨了 这样子 他们都是小高总 他们团队 都是过来做 那个 算是中东的一个 什么汽车 汽车展览吧 反正就是做一个会展的 刚好小主角呢 又是在这边做那个 就是中国的品牌的 这个汽车 在中东的一个贸易的 所以说他们刚好 有点资源互补 所以就聊聊天 看一下怎么样子 这样 争取就是能 能让把这个会展 什么的 能办一下 哎呀 就是好久没有正儿八引的 就是接触这种 就这种工作的活 哎呀 突然下觉得 我这样子 这五年多 嗯 快小六年了 就已经是 已经是 哎呀 就没有什么工作的状态 我呢 就是过来看一看 考察一下 就迪拜这边有啥难做的 然后了解一下 我看了 我再待上几天 再可能再去自己 再转一转考察一下 嗯 我想呢 可能再去 再再再再飞 非洲 就差不多 我应该是月底吧 有可能我差不多 就飞一下 肯尼亚 到内罗币那边去转一转 好几年没回去了 内罗币我也去了好多次 然后可能再去一下 赞比亚 然后应该 我再想这次去不去 波茨马达那米比亚 看一下情况 到时候过去考察一下 我也是瞎转悠 嗯 不着急 对吧 嗯 就是考察一圈以后呢 我觉得 嗯 这个项目 或者这个国家 哎 我能做 然后就 可能我就在那自己 力所难及的做点小事 就这样子的 因为现在 就是很多中国人各行各业都出海嘛 就出海以后寻找新的市场 毕竟中国内的这个市场可能确实有点卷啊 或者是越来越难做嘛 然后大家都到海外来去寻求发展 那么勇于迈出这一步啊 然后呢 再通过自己去了解市场 当然了海外呢 也不是说是那么好挣钱的啊 就是 也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坑啊 骗局啊 或者是政策性的不稳定啊 或者局势的不稳定啊 反正赔钱呢也一大把 然后挣钱的也一大堆 反正就是看你们自己怎么想的 我是因为这么多年都在国外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国外做个什么事情 我可能更能把控的了 可能就是能做下去 就这么一个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俱乐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就是明天呢 他们还是去跑业务 看一下我起来我就去跟着 起来我就睡觉了 明天下午再说了 就这样子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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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